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希望自己腰板是特别挺拔的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受到了疾病的困扰 他们没有办法享受直立的人生 我们先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家住北京市的爱女士 今年72岁 1969年参加工作之后 从事办公室的工作30多年 2007年开始 她偶然坚决地自己的腰部有些弯曲 由于没有什么明显症状并没有在意 几年之后 她开始感到腰疼 行走时身体出现僵硬 直到2016年 她的同事觉得爱女士的身体明显出现弯曲 走路也开始偏移 腰疼越来越明显 而爱女士觉得这一切只是正常衰老 在家人的建议下 采用理疗按摩的方式 症状确实有所缓解 直到最近几年 爱女士发现原来可以走几千米的路程 现在只能走几百米就要停下休息 右腿也伴有麻木的症状 她这才前往医院进行治疗 通过一系列的检查 被医生诊断为退行性脊柱侧弯 需要尽快接受手术治疗 同样经历病痛的 还有家住北京的高女士 2002年 高女士的女儿生产 为了减轻女儿的负担 主动承担起了带孩子的任务 出于对孩子的疼爱 高女士经常抱着孩子出门溜弯 没过多久 她感到腰部疼痛 走路也开始费劲 于是便自行按摩缓解症状 快给我揉揉个腰吧 我腰太疼了 好呀 你在那趴着 我给你揉揉 这儿疼吗 疼 疼 直到2019年 她的腰椎出现了非常明显的S型弯曲 并且身体前倾 以前可以走很长的路 现在走10分钟就需要停下休息 便秘 血压高的症状接踵而来 这些症状严重影响到了生活 于是她决定前往医院寻求医生帮助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她被诊断为退行性脊柱侧弯 需要立刻进行手术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损伤神经造成瘫痪 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 高阿姨和爱阿姨都出现了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所以今天的节目 我们是把短片当中的高阿姨和爱阿姨 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欢迎两位的到来 同时我们还邀请到了高阿姨的女儿 张姐 同样欢迎您 连续就是我们的老嘉宾了 欢迎大家的到来 我们先来看看爱阿姨出现脊柱侧弯的时候 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明显可以感受到 就是您的整个的身体有一点点偏了 有一些歪了 怎么到这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呢 爱阿姨 一个是工作忙 再一个不知道这个病能治 我总感觉的已经成年了 脊柱长好了 没有办法治 所以只要忍着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阿姨 在手术之前的照片是什么样的 高阿姨您这是特意摆的一个造型吗 拧着腰这样扶着栏杆来拍照 这是勉强的直着 如果要是损取自然比较害腰味 这已经是保持直立的一种状态了 对 那到这么严重了 那您知不知道自己的脊柱发生什么变化了呀 我腰病有30年左右 30年了吧 在50岁的时候 腰病就有点扯弯 但是不厉害 不严重 不严重 带孩子以后比较劳累 身体就特别的厉害 到19年几乎走不了路了 其实我相信作为女儿 通常都是比较细心的 所以张姐 您又没有留心妈妈的身材 在一点一点地发生变化 尤其是脊柱越来越弯了 一直在留心 一直关注着我妈 但是由于一些 一直带孩子呀 孩子太小了 我们也比较忙 然后一直是耽误着 后来到了2019年呢 发现我母亲呢 就是走路的时间越来越短了 然后我们邀请她出去 跟我们一起旅行 然后我母亲呢就说 不行啊 我现在一个是血牙膏 一个是便秘 最主要的我是走不了路了 你们要去玩呢 我只能拖累你们 从这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啊 就是老人呢 已经就是从行动上吧 就影响他的生活了 是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 更着急 更迫切地想给我妈去看这个病 治这个病 所以那为什么上了年纪之后 我们的脊柱会慢慢地变弯呢 如果真的是变弯了之后 会给我们的身体 包括整个的生命生活状态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那今天呢 我们是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的吴浩主任医师 欢迎吴主任 您好吴主任 欢迎您 吴主任其实从爱阿姨和高阿姨的身上 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 这个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真的会给老年人的生活 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 但怎么上了年纪了 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还会发生脊柱侧弯呢 它是年轻时候没有 而老年才出现的 所以我们管它叫退变性侧弯 由于它是退变造成的侧弯 我们可以通过动画 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 它们究竟怎么了 就引起上了年纪之后 脊柱慢慢会越来越弯 好的 你看这个图就看到 我们正常人站的是直的 慢慢就开始弯了 我们度数超过十度就叫侧弯 所以你看它的肩盘 高度变得丢失了 然后后面的小关节呢 就开始磨损 这边肩盘退变快一点 它就往这边弯了 然后呢 这个关节这边负荷就加重了 所以病人一定会出现什么 腰痛 压着神经根出现腿痛 有的时候是早期是麻 在接着就痛 有的人早期是痛 后来变成慢慢地变成麻 还有人就是痛和麻混在一起 非常难过 但如果要是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发生在老年朋友的身上 还会影响到身体其他方面的功能吗 一定会 因为我们脊柱本来是站立的 我们上面有胸腔 底下有腹肠脏器 如果弯了之后呢 比如说简单的 很多人消化不好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里面的腹肠脏器 发生旋转了 扭曲了 还有人呢 就是整个这前倾 好多老人容易肺功能不好 其实跟侧弯有密切关系 越侧弯的人得普通的感冒和肺炎 它就越危险 因为它肺功能是下降的 因为它的肺就压住了 就它弯它就这样凹着 我们胸壳就变小了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整个一侧弯之后 它不是站起来就痛吗 它就不爱活动 越不爱活动 各种方面就出来了 比如说心血管 比如说我控制血糖 血脂 如果你想长寿的话 你就得要很好地对待它 否则的话 你的活动度一旦减少 就是个恶性循环 所有的问题都会随之伴随而来 恶性循环 所以今天我们带着大家 来看一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否也存在着一些 患上退行性脊柱侧弯的 高危风险 那我们先来看看 对于上年级的朋友来说 第一个危险因素就是 肥胖 胖的确是妄恶之源 但是肥胖为什么会和 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发生也有关系呢 胖的人其实不可否认 我们的运动量是下降的 运动量下降 意味着你的肌肉力量是下降的 肌肉其实侧面是帮助 肩盘分担一部分的 但是因为我们胖 脂肪含量高 我们肌肉含量下降 所以就帮不了肩盘的忙 肩盘又干更多的活 它太累了 所以胖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你看到这个肌肉 如果从我背后来看的话 后面我们就很多的多裂肌 所以这个肌肉 尤其是这个 臀部往上这个肌肉 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的 这个锥体的周围 这个肌肉叫腰大肌 脂肪含量越高的人 一看那个腰大肌 我经常说 我说你这后面是五花肉 你的肌肉里面 我们做核四看得非常清楚 本来应该是 黑色肌肉的地方都是脂肪 那么帮着你肩盘 一稳住你的锥体的力量 就下降了 我们看一个人身体好不好 我们就要看他的多裂肌 和他的腰大肌发不发达 越发达 说明他这个 成熟力越好 所以从两组来看 我们的腰部肌肉力量 一定要得到充分的锻炼 肥胖是非常糟糕的 加速了肩盘的磨损 也就容易出现怎么样 腰肩盘突出 腰肉管狭载 甚至进而导致进一步的侧弯 所以我想问高阿姨 高阿姨您在治疗之前 体重有多少呀 我体重140斤 那您身高有多少 身高1米64 1米64 140斤 从我们的BMI指数来讲 它是过胖的 那么这种胖呢 其实导致了怎么样 活动本身就减少 然后肩盘复合又增加 脊肌肉量要下降 这是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从我们科学医来讲 肯定是偏胖的 那高阿姨您回想一下 就是在140斤那会儿 您行动起来觉得累吗 尤其是腰觉得累吗 腰疼啊 有时候走四斤长了 腰子疼了 改活多一点的 腰子疼了 走卤慢了 没有越累的 140斤的时候灵活 那接下来就得问问连续了 那一定会招求您的认知的 我其实还琢磨呢 我说老年性的疾病 我是干嘛来了 后来一看第一条 我明白我干嘛来了 我的体重是140公斤 1米7 1米78的个儿 对于连续来说 他的腰脂肩盘 大概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呢 他的磨损一定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同样四位在坐着 大阿姨是最好的 他的肩盘负重最小 连续的是非常大 是 所以说导演能够弄我一床 我躺着路吧 那我想问问 艾阿姨 我看您现在是有点点偏瘦的 我治疗之前体重是44公斤 那么瘦啊 我体重一直在42到46公斤之间 这么多年基本上是这样 您多高呢 我1米5 1米5 88斤 那也太瘦了 那如果要是特别瘦的话 会容易发生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吗 也容易发生 也不好 所以过胖过瘦都不好 过瘦怎么也不好呢 太瘦的时候 你的肌肉含量也还是一样不够 胖人是因为脂肪多 瘦人是你干脆脂肪不够 脂肪也不够 都少 力量也是差 虽然你的肩盘负荷少了一点 但是过瘦呢 我认为也不是该提倡的一个 所以过胖或者是过瘦 对于上年纪的朋友来说 都可能会引发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所以最好要维持一个标准的体重 那接下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对于上年纪的朋友来说 发生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高危因素 那接下来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对于上年纪的朋友来说 发生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高危因素 第二个危险因素是 坐立的姿势 这个和脊柱侧弯的发生 是不是关系特别的密切 是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所有的退便侧弯的始发因素 还是肩盘的因素 都是追肩盘磨损的过了 这个就是你只要磨损过了 都会最终会导致这个侧弯 只不过就时间长短而已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出车司机 他是脖子也不舒服 腰也不舒服 他就是长期做 你一做的时候你喜欢弓着腰是吧 你就把前面高度往前面压 把肩盘往后挤 所以容易怎么样 肩盘突出压到椎管里面 压到身心 所以坐的时候 你的肩盘负荷是比较大的 还不如站着呢 站着虽然我也负重 但是比坐着要好一点 比较均匀 所以腰椎不好的人 最忌讳久坐 明白 久坐的人也容易导致腰肩盘突出 导致腰椎磨损 最后导致怎么样 褪变侧弯 对 所以就得看看 你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有一些不良的 坐立的姿态 如果有的话 就特别容易发生 退行性的脊柱侧弯了 所以我们先拿上一些道具 来观察一下 我们各位在生活当中 都是用什么样的坐立姿态 来维系的 请上道具 之前阿阿姨提到 您是年轻的时候 坐办公室 对 然后坐的时间比较长 每天起码四个小时 基本上都得是个六七个小时吧 能不能辛苦您到台前来演示一下 您之前坐办公室的时候 通常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坐姿 您慢一点 基本上我坐了办公室 电脑 老是哈着腰操作 起来的时候 直不起来 就得这样 慢慢慢慢地站起来 就得这样 阿姨这个特点有一个 您先坐 时间长 第二 阿姨您的特点就是 您是连续做 对 那阿姨您从事 做办公室的这个工作 多少年呀 三十多年 那这腰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摧残 那吴准 如果要是阿姨一直保持这个姿势的话 对于腰的伤害是什么样的呢 第一个 肩盘就像我说的 前面压往后面挤 对不对 肩盘磨损增加 第二个呢 由于它是长期一个姿势 它的腰背肌非常容易损伤 就肌肉的两边的平衡 本来我们肌肉好几组 对不对 有让你 往期讲的 有让你弓着的 结果呢 你就进弓着了 你的一些肌肉就过度疲劳 肌肉就会出现损伤 就容易没有力气 你做一个小身 你帮我起来溜的十分钟 都比连续做四个好 工作非常的投入 因为工作的量呢比较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 除了上卫生间 基本就服务工作 应该凭您当劳模 辛苦了阿姨 谢谢 好嘞 那高阿姨刚才提到了 可能是带孩子之后 我们腰部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 更不舒服了 对 那您面前有一个布娃娃 来 请您到台中间 我们看看您平常都是怎么抱孩子的 我一般带孩子都是静牙包 您站着带 静牙包 包有时候太沉了 有时候走哥那泄会儿 两个坐下泄会儿 待会儿带包的 张姐 就是咱家孩子多少斤啊 两岁以内怎么也比二十多斤 天天这么 确实是 太重了 太重了 天天这么 您是一直用这一次的包吗 一直都用这边包 这边好像这边成熟力多点吧 这腰还舒服点 如果搁了这边成熟力 好像这腰都支不起来 就更不舒服了 对 只能这边成熟力多一些的 这一包得包多长时间啊 天天包的 您就不能放下 歇会儿啊 这腰疼实在不行 我就放那儿 两个坐会儿 谈会儿 大宝贝实在是太心爱了 舍不得放下 那吴主任您看 如果要是始终又单侧 抱这么重的孩子 那对腰椎有什么样的影响 算非常大 为什么您说抱这边舒服 抱这边就不行了 因为侧弯的病人 是这样 你抱到反方向的时候 它树立稍微好点 你抱到侧弯的那个凹着方向 它就容易就更歪 所以你抱一侧不舒服 抱另外一侧稍微好一点 这就是区别 明白了 那就是跟阿姨刚才说 放到右侧的话更疼 那就是阿姨的腰是往这边弯的 是吗 对对对 再加个20斤的瓦 得 更弯 就更弯更疼了 对啊 然后她抱的时候 而且不光是这个侧弯 这一侧使劲 她得靠你的肌肉量往起拉 而且呢 她这个孩子重啊 她的重心还往前 她就又得靠背后的力量往回拉 所以她又得 这边16点 这边是非常累 母亲是伟大的 是啊 所以好多上年级的老人家 现在都帮子女来带孩子 带自己的孙子辈的 但是这样真的非常的辛苦 所以一定要格外地关注您的腰椎哦 谢谢 好 辛苦您了 辛苦 辛苦 连续啊 对 现在得到你了 我也抱孩子 来 连续请到台中间 看看你平时坐立的姿势好不好 好 那咱就当家里头 怎么说过 那当然了 一般都是 咱这椅子够大吗 够大 开始的时候啊 还能规矩矩矩这么做 您说什么聊天 一会儿都靠到这儿来了 屁股就往前挪了 这么再听会儿聊会儿 不行 不舒服 又该换了 就这么着了 你说怎么着 是不是 基本上反正我跟家就是 凳子 其实坐得少 要是坐凳子 基本上就这样 而且我特习惯往左边偏 脑袋还这么大了的 你看看吴主任的眼神 其实他这个坐姿 说明了大多数中年男人犯的毛病 都是这样 这肩盘本来都是有弹性的 你就往这边一歪 这边压得厉害 对不对 久而久之 这边的肩盘就高度丢失的快一点 这边轻一点 这就是特别测盘的开始的起始因素了 你的这边磨损的高 这边磨损的轻 以后就往这边弯 连续你可以回头看看屏幕上还有一张图 你看看这么做时间长了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啊 您看你站立的时候 这肩盘是正常对立的 对吧 一般我们站还是站着的 好 你向前拱着腰 像比如开车 像爱阿姨半拱 都是喜欢这样拱着 向前弯腰 所以肩盘喜欢往后突 往后压着神经 压着硬膜囊 对吧 好 向后弯腰 就喜欢这样挺着的 这个是往前了 往前推着肩盘了 这个还相对好一点 但是你看你侧身弯腰 就肩盘一侧磨损快 另外一侧磨损低 对不对 扭腰就更是这样子的 你向前的弯和向后的弯和侧身弯 您都站全了 得 连续 现在你已经有俩 退行性脊柱侧弯的高危风险了 一个是肥胖 这么多年 你又没有办法克服 第二个呢就是 坐立的姿态不好 这得回去改一改 还是应该站有站向 坐有坐向 对 好 我们先撤掉道具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退行性脊柱侧弯发生的 另外一个高危风险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退行性脊柱侧弯发生的 另外一个高危风险 还有什么呢 骨质疏松 骨质疏松不是容易发生骨折吗 怎么还会发生 这个退行性的脊柱侧弯啊 就骨质疏松 我特别想强调 我每次在做科普的时候 在强调 其实像阿姨来的时候 我在门证 我一看 我说您一定骨质疏松 很多人觉得 你怎么这么厉害 其实因为大多数老年人 我们在绝经以后的女性 骨质疏松发率是非常高的 占到了65%到70% 有骨质疏松 或者是股量减少 就这么高 男性稍微好一点 接近50% 男性稍微好一点 那么女性为什么会 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第一个我们现在做的研究 就是跟激素分泌有关系 对 一般都是在女性绝经以后 次激素分泌减少 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 你看这个图非常清晰 我们骨头里面 这个外面是皮质骨 很结实吧 对不对 中间像这个洞豆腐一样 是松脂骨 是 你想它一骨折 它不是均匀骨折 它可能这边 塌了多一点 这边变得少一点 它就往这边歪了吧 还有呢 椎体一般是喜欢前面塌 后面好的 就前面塌了 然后肩膨胀 后凸了 站不起来了 有的那边甚至瘫痪 那我们亚洲人 前面说回来 我们饮食上面 我们的钙和地 含摄入量是不够的 我们正常的 这个骨的成型 需要钙和活性地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钙和地 摄入不够 就像你这个发动机里面 没有油 你怎么让它跑呢 所以就容易骨折出松 所以饮食方面是有缺陷 第二个 我们亚洲人呢 以白为美 很多年轻女性 那太阳包括您 那肯定太阳赛 你不愿意要撑伞 如果隔着玻璃赛 没有用 就是正常日光照射 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脸 这些日照 其实就是够了 日照可以让你的 维生素D真正发挥作用 把你的这个 钙能够转换成你的骨小凉 这非常重要 那我想问一下高阿姨 您在发病以前 有没有骨折出松的问题啊 体检的时候 有一点 自己卖点改品质 也没重视的 阿姨 您有没有骨折输松的问题呢 我们每年都查这个骨迷肚 一直是骨量减少 这么多年呢 反正是越来越少 我这次住院呢 最好就说 脊柱是骨量减少 跨骨 骨折输松 没治疗过 因为总是听说老人吃钙片 真正吸收也吸收不了 还容易结实 所以我从来没吃过钙片 所以我从来没吃过钙片 你以后多看看健康之路 就知道正确的补钙的方式了 我是19年查的 也是在体检的时候查的 我记得当时数据咱也看不懂 我就问那个 因为他当时出结果 问那个医生 我说我这骨质怎么样 他说是这样啊 你不算是骨质疏松 但是在你这个年龄里头 你已经是底线了 啊 零件 对 然后呢 我也是痛定思动 后来我就一咬牙吧 算是 我就再体检的时候 就不剪骨质这一项了 哎呦 你这牙咬得可真狠 是 那如果要是为了预防 退行性脊柱侧腕的发生的话 是不是应该正规地去治疗一下 骨质疏松才好啊 一定是这样的 一定要预防骨质疏松 因为骨质松会让侧腕突然加重 或者你没有侧腕 迅速产生侧腕 因为我知道 侧腕主要是由肩盘蜕变嘛 如果你椎体也参与了 会迅速加大 而且加大度数 而我们的骨质松 有个概念啊 就是说 不能说我补了钙补了地 说我只要补足了就够了 我再算够了 不对的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要适当地运动 因为骨它一定有个硬力 要有个沉重力 它才能变得结实 所以人越躺怎么样 越松骨头 所以它三个要结合在一起 对 所以应该通过正规的治疗 和正确的补钙的方式 把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调整好 才能够最好的做到 避免退行性脊柱侧腕的发生 那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通过观看我们的节目 发现确实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有这三个高位因素了 那能不能够通过一些 简单的自测 看一看我们现在 是否已经发生了 退行性的脊柱侧腕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邀请连续到台前 然后我们您来指导它 同时也帮它来检查一下 好吗 来 连续请到台中 我说这个方法 第一就是最好是我们 上身不要穿衣服 或者穿简单的 好 让它拱着腰 双手下垂 这时候你站在后面 可以看到 如果是侧弯的人 两个肩甲骨就不一样高了 我们叫踢刀背 马上就能看出来 然后这时候侧弯 你因为一攻腰 就能比较明显地 就看出来这边有一条弯 所以目测就能看出来 连续你这样 你往前转 这样让我们的观众也来 帮您看一看 你看它这时候 它的两个肩甲骨 是一样高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好像 似乎这边有点不等高 所以你非常有可能 这个中间会有一点弯 那么因为你太胖了 我们这肌头摸起来 非常困难 这种自测高度怀疑的时候 怎么样 做个X线检查 就一目了然 你回头可以看一眼 这张图 这么快 片子都拍完了 补诊中间的是正常的 今天这是正常的 没有侧弯 大家可以看到 两边完全对称 然后你看这个是 往我的右手弯 对不对 右侧弯 先夹虎高 往哪侧弯 哪侧就变得高 还有一点非常强调 你刚刚说 你喜欢这么做 对 往对边扛 跟你这个能对得上 硬上了 为什么呢 它能往这边做 往这边弯 这边会稍高一点 对 你看 你刚才有三个危险因素 然后通过这个 简单的自测呢 也是发现 确实有一点点突起了 你还真应该 格外地关注这个事情了 真是的 好 接下来我就针对 你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 好好地问问吴主任 吴主任 如果我们要是 在家里边自测 发现确实有一些 不太平衡的地方了 那怎么能够 帮我们来恢复一些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进行锻炼 康复锻炼 也就是说 让你的腰大肌 让你的多裂肌 让你背部的 整个围绕脊柱的肌肉 都变得强大起来 就像这个树 绑了好多绳子 这个绳子越来越多 它本来要歪过树了 我给它蹬回去了 对不对 肌肉就是这个力量 相当于这个 搭房这个绳索一样 所以你怎么去锻炼呢 那教大家 比较有两个简单的方法 一个就是躺在床上 躺在一个瑜伽垫上 平躺着 平躺着你肩盘 就是垂直了 不受力了 对吧 我可以蹬自行车 也可以这样 抬起来这样 反复练 对不对 这时候就是 其实非常练 腰背肌的力量 因为你是平躺着蹬 大家不要小瞧 你平躺的时候 你蹬几下 非常累的 也连腹肌 又练腹肌 又练腰背肌 这非常好的一个力量 而且腿的力量 也能练好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说在床上 反复扭转 也是平躺 因为你在不受力的情况下 你这么旋转是安全的 这样就让肌肉的 不同的角度开始练 明白了 所以就是适当的 正确的锻炼 也是可以帮助轻度的 有这个退行性脊柱侧弯的朋友 来缓解症状 延迟退行性脊柱侧弯的 发生的时间 对的 那如果要是像 爱阿姨和高阿姨那样 从外观上 明显就可以看出来 脊柱弯的很严重了 那是不是只能选择手术了呢 是的 那高阿姨 一开始 医生说让您来手术的时候 你有没有马上接受呢 没有 我也是挺纠结的 挺纠结的 我怕到时候 到时候怕做不好 弹了 所以有很多的顾虑 是不是 对 老觉了以后 怕给孩子要弹了 给孩子添好多麻烦 直接招嘴 失去了生活质量 好多纠结 据我所了解 为了高阿姨 是不是要接受手术 这张姐家里 开了好几次家庭会议 对 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母亲有四个孩子 我们这四个孩子 都比较孝顺 在手术和不手术 争论了很长时间 因为在这个期间 我们也在北京的 各大医院也去看过 然后只要是我们 带我母亲一看 医生一看这个片子 就说你要手术 但是手术的方法 就是很多医生 给的方案都是一样的 传统手术的那个 它创伤面比较大 最主要是害怕它瘫痪 说如果不手术 你现在还能自理 还可以走路 虽然走路时间不长 但是都可以动换 如果一旦瘫痪了 那就一点生活质量 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 那这样的担忧或顾虑 有没有发生在您的身上呢 阿姨 我从07年开始看病 一直是中医保守治疗 到了18年 19年那代 我看我片子说 你这个腰怎么办呢 说你找过其他大夫吗 我说没看过其他大夫 因为我以前的同事 做过椎间盘突出的手术 做完以后呢 效果也不好 我也是害怕 我这手术 一个大手术 做完了以后 效果还不好 那我还不如这样维持呢 我听出来了 其实大家呢 之所以在手术 或者是不手术之间 一直犹豫不决 关键就是怕手术之后 第一 效果不好 第二 一旦要是发生手术的风险 瘫了 怎么办 所以传统的手术方式 真的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吗 是有的 比如说传统的 我的手术方式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 当然说 其实我觉得 到了一定程度 老人都想做 因为谁疼谁知道 有些孩子反对 我倒觉得 他没有真正站到 病人角度考虑 因为那个腰痛我疼了 真是不舒服 因为他明显觉得 这个活动下降了 但等到一拿到 手术方案的时候 很多老人就怕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 考虑这个疾病 我在攻克它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疾病 就是我们现在 90%以上的这个手术 都是传统的开放手术 我们看看 传统的手术方式 是什么样的 你看我们想把它矫正了 我们必须呢 把这个后面的这个 肌肉全部暴露开 然后打上一堆钉子 你看 暴露出骨头来 然后打完钉子之后呢 还要把这个 每个骨头这个关节啊 全部拿骨刀切开 切开这样 它就怎么样 松了 对不对 要不然太胶硬 它后面都是骨质啊 你怎么去弄它呢 然后把每个螺钉拧进去 然后再穿上棒 我们再去 我们叫转棒技术 或者我们叫平行加压技术 有很多技术 然后呢 这样子 把它一层一层绞进来 固定 但年纪大的人 它就都形成了很多的骨刀 你不把这些 每个关节图敲开 它根本转不动 所以它必须做 这么大的手术 才能把它弄直了 这在止骨 我们又把这个 激突拿掉之后 要背后指很多骨头 因为你光靠钉棒 它是不结实的 钉棒会疲劳 所以一定要 让它形成一个 大骨甲长牢了才行 对不对 所以做完绞型手术之后 我们最终的这个钉棒 在一年以后 就不起作用了 因为最后形成骨性融合了 它就真正地稳定下来了 所以刚才您在介绍 这个传统手术方式的时候 连续一直 哎呀 你看这表情 你看脸很害怕 是不是 我觉得好像现在 虽然手术完了之后 好像各方面的活动会受限 那通过您的创新和改变 现在用来纠正 吞行性脊柱侧弯的 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 是我完全避开了 手上肌肉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这么做 很简单 你的肌肉破坏得多吧 对吧 第二出血多 感染几率高 病人下来要放个引流管 那么你得躺好几天 才能下跌 痛啊 你想这肌肉破开 那怎么样去避免从肌肉的破坏呢 所以我一种入路叫斜侧方入路 从肚子进去 我们可以看视频 好 我们可以开一个小刀口 这刀一打开呢 然后呢 用手指头把这个所有的腐腔脏器 就暴露到一边 暴露到一边之后呢 我们下这个通道撑开 这时候呢 把这个扩张器一扩开之后 我们就从侧方看到了肩盘 你看一打开 可以看到肩盘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在侧方 看一个小通道进去 就把这个肩盘切掉了 这时候你看 我们拿一个相应的试膜 进去 你看把它撑开了 对不对 高度就恢复了 然后本来你是歪的肩盘 也变得平行了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 锥接融合器 也叫KID融合器 放进去 这个肩盘就处理好了 你本来是这么歪的 一放进去就平了 我把通道一拿掉 肌肉分 没有断肌肉也没有出血 就让它平了之后 那我还得打固定 所以我们侧方的 欧利夫手术 加背后的筋质洛丁 就能非常避免肌肉损伤 减少出血 没有引流管 减少感染率 这种感染率非常非常低 然后老人做完了之后 最重要的是什么 早期下跌 所以多重的保障 再加上我们医生 这么精湛的医剂 就可以保证 这个手术的效果 是特别好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高阿姨和艾阿姨 接受完手术之后 他们的脊柱 恢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你看这是我们爱阿姨 看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这个腰弯 完全是往右侧弯过去了 做完手术之后 我就是把每个肩盘都处理了 然后再用背后的 金皮罗丁技术 就把它完全角直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弯曲的 这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脊柱 这样它力量就平衡了 太棒了 再来看看高阿姨的手术效果 那大家可以看到 师傅这还有点弯 下腰弯整得很好 是吧 这就涉及到一个度的问题 我能不能把这个也脚直呢 我可以脚得更直 但是你做得越多 病人就越僵硬 所以脚型 这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在里面 这个度很难掌握的 就是说你要做到恰恰好 有可能残留一点度 就变成更舒适 所以高阿姨可以做各种动作 弯腰她也觉得不难受 那高阿姨现在已经做完手术多久了呀 两年半 两年半了 能不能辛苦您到台前来 让我们看看您现在腰部的灵活度怎么样了 慢一点啊 来 咱就做几个简单的动作啊 阿姨 比如说弯弯腰 我的弯弯腰 能弯得这么低呢 我弯腰一点不肥 我还能顿 她能起来 挺灵活的 那张姐看到妈妈有这样的改善 是不是特别替妈妈高兴啊 是啊 是 特别高兴 然后我们是等于是 做完手术一年半以后嘛 我们全家决定去爬江西的庐山 家人都非常高兴 阿姨也去爬庐山了嘛 对 阿姨您太厉害了 硬度我都去爬庐山 挺好的 因为物主人给我治疗得好 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心情也高兴了 什么血压高也没了 便宜也没了 好多小饼都没了 好 您回家之后啊 继续享受天伦之乐 慢一点啊 那我们邀请艾阿姨 辛苦您也到台前来 让我们看看您现在腰部的情况怎么样了 慢一点 好 艾阿姨您是做完手术多久了呀 刚过三个月 三个月 对 现在能动吗 能动 我原来的腰是右边高是左边低 还有一股包 现在我的腰很平 我们看看啊 阿姨 哇 连续你看 这比我那平 真的 阿姨得真棒 现在真的是特别的挺拔 腰板背直 对 我刚过三个月 呦 现在穿衣服都没问题啊 没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昨天 好灵活 所以现在我 走路也 走路也没有问题 你看我腰可以弯到这个程度 好棒啊 你看我这么久 前后呢 没事 手术板躺在床上 第一个感觉 有时候我今天出气 怎么这么顺畅啊 呼吸特别顺畅 原来我经常是憋气 出来 我手术完不是说 刀口是第一个感觉 说我呼吸疏伤了 我觉得这是我最明显的一个感觉 真棒 所以手术我非常成功 无人我特别感谢 谢谢你 阿姨 回来之后 也是我们开心幸福的生活 那其实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 我们带领大家认识了一个 对老年朋友来说 非常影响生活的 叫退行性的脊柱侧弯 如果呢 您发现自己腰一直疼 尤其是身形改变很大 那您就别再等了 赶紧去医院呢 做一个检查 那如果真的确诊 是发生了退行性的脊柱侧弯的话呢 通过各种各样的 康复的运动 以及一些其他的调理方式 得不到有效治疗的话呢 那您就果断地接受手术吧 那非常感谢吴主任 今天给大家的介绍 那么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大家今天来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历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